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宫廷菜 港式乐菜等菜系 那第二位要为大家介绍的呢 是我们的演员歌手 欢迎陈秋实 大家好 我是陈秋实 陈秋实 演员 歌手 代表作 两小无猜 分手记 今天我们请到这个秋实到节目当中来 我跟你讲 夏天老师很厉害 因为他的这个人称叫幸福大厨 他的料理是给你能够带来幸福的味道 就有一种妈妈的味道 而且今天导演妈妈的味道 来来来来 我们来看看今天夏天老师 给你们备了一道什么菜 哇 今天这道菜厉害了 锅他真卷豆腐盒 对一个南方人来说 这个他这个字和这个豆腐盒 这个完全都是没有听过的 绝对是 这个他呢是北方菜 尤其是宫廷菜里边 特别特殊的一种烹调方式 特别特别就是非常特别 没错 就是特殊的一种烹调方式 他做出来的这个菜肴呢 就是他的口味陶哥到一会儿吃了以后咱们再说 那我们先介绍食材 好 猪肉馅 到天凉的时候了呢 我们的猪肉馅现在也稍微的可以偏肥一点了 做到五五肉 我有看那个话剧宝岛一村 他就讲天热跟天凉 肥瘦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当然了 一个六四一个四六 没错 这就是咱们天热的时候胃口不好 咱们相对来说就要瘦肉多一些 那我们今天往这个肉馅里边拌上这个世界上公认的香菇 加香菇 加香菇 还有呢 就是海米 这就是海鲜啊 海鲜 绝对是海鲜 是吗 嗯 秋石老家是哪里人 我老家是安徽的 安徽 哦 那应该就是在居中 安徽靠海吗 不靠海 不靠海 对 因为我也经常回老家 超哥这个地理是体育老师教的 那好了 咱们把这个海米呢 和这个香菇 搅拌在一起 这是馅儿吗 对 这是馅儿 咱们这抱个盒儿吗 哦 所以它也是一种 这是料酒 料酒 你看今天啊 我其实心里有压力 你知道吗 这个我是夏天 夏天是开花接果 开花的时候 这旁边站一秋时 秋时 秋时是接果的时候 哎呀 被压力大了 那您不能 别人家占我便宜 您说我 你是我 好 晚辈 那我是我是晚辈 没错 好了 那咱们把这个 馅料就这么简单就办好了 我们紧接着下一步 准备豆腐 豆腐 这个是北豆腐 对 涛哥爱吃豆腐吗 我爱吃豆腐 我看出来了 我什么样的豆腐都爱吃 那咱们把这个北豆腐 因为它有一定的韧性 为什么叫北豆腐 就是水分偏少 南北的区别 这个主要的是什么概念 就是这个豆腐 它整个制作流程都是一样的 就是到最后有一个压制排水的这个步骤 如果说是南豆腐呢 压的时间是会稍微短一些 南豆腐 北豆腐 对 它的这个你看 这个秋实一看就不太爱吃豆腐 没错 我跟涛哥 我学一学 确实不太喜欢吃 不太喜欢吃 那咱们把这个豆腐啊 都给它切成片以后呢 稍微的撒一点盐 主要是让这个盐呢 把这个豆腐里边一点点的水分 给它杀出来 还有一个让豆腐有些的入味 那好了 用翻面 不用 再撒点 不用 不用 没错 因为这个咱们一会可以这样 你这是按烧烤的方式 就是觉得两面都要再刷一刷 那好了 这个豆腐咱们稍微腌制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 就马上会渗出水分 对 那这个就是咱们那个豆腐 有可能会有腥味的这个 豆腐为什么会有腥味 豆腥味啊 有些时候咱们就说 豆腥味豆腐味 就是这个 咱们把这个豆腐上面 再稍微的放一点点的淀粉 好 稍微一点点就行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馅呢 放在上面 就是变成了这个盒 咱们等于是 可是它现在待会怎么能做到不脱离 这就是它 它的这个作用 就能让它变成一个 非常结实的一个盒子 是吗 直接呢 把这个豆腐盖上 你看到 现在咱们这个通过腌渍的这一面呢 就可以给它压到里边了 明白 一会儿通过这个它的方式 让这个 多一块 你看这高兴 就是做 就是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那半盒给修饰了 小半盒 好了那咱们下一步呢 就开始准备先煮鸡蛋汤 好 鸡蛋汤我们通常喝的最多 就是那个西红柿蛋汤 紫菜蛋花汤 没错 菠菜蛋花汤 你知道涛哥 这个鸡蛋是在这个开水里边 它会迅速的变浓 它能够让这个清水迅速的变成奶奶色 嗯 好了那咱们把这个食材都准备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准备上火做菜 好来开动起来 我们往锅里呢 稍微的放一点底油 嗯 主要是咱们先要把这个鸡蛋炒成老蛋 这个鸡蛋炒老了以后 才能快速的包出这个鸡蛋浓汤 明白了 你别吃我豆腐 现在吗 你多吃点我这个豆腐 但你一定长肉 油 原来豆腐还有这样的一种妙的 哎 直接 那要是不想长肉的 不是 不想长肉的 想不想要健康啊 就吃这个有减肥的效果 这个 你说这样我怎么 我第一次见这样的 我跟你说 我今儿做的这些菜 基本上都属于第一次见 对 好了 咱们把这个鸡蛋呢 给它煎老以后呢 往里锅里边冲入热水 要热水 这个就是鸡蛋汤 没错 用这个汤水去烧这个豆腐 才能是原汁原味的锅他豆腐 哦 所以它是饭汤菜的那个样子吗 这个到最后呢 是基本没有汁 哦 它会吸收完 就是整个咱们的豆腐盒 它会把这个汤汁 满满的全部吸收这个豆腐里边 明白了 真的特别好看 然后咱们把这个 包煮出来的这个蛋汤 哎呀 这个鸡蛋香 那咱们剩下这个蛋液呢 就可以去做馅 稍微的挤一下 两样都有用 没错 这个我做菜 他说有一个原则 就是吃不熊化不熊 那蛋香浓郁的汤 完全就在这了 这道菜做的好吃与否 就全都在这 嗯哼 所以真的是云汁云味 大家小的在帮我去打个鸡蛋 OK 没问题 打个鸡蛋 然后咱们你帮我一起来 咱们开始塌 塌 第一步的塌 那咱们呢 往这个盘子底下 稍微的铺一点点的淀粉 嗯 那先把这个做好的这个豆腐盒 裹匀淀粉 要两面 对 哦 六面 那咱们通过这个淀粉的包裹啊 这个豆腐就非常的容易 去挂住蛋液 哎 哎 这样的话 咱们这就叫拍粉拖蛋 我们继续 锅里稍微的放一点点底油 好了 锅底呢 咱们得稍微放一点点底油 咱们下一步就进行这个塌 塌 那这个塌呢 它在这个这道菜里边 是有两步 第一步呢 咱们这个塌 是先让这个豆腐 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形状 好 就是这样 咱们在蛋液里边烧裹 好 这个翻面吗 这个叫翻面 这个得翻面 两面煎成金黄色 而且这个豆腐呢 和鸡蛋经过这个油煎啊 嗯 它的那种香味 是更容易去释放出来 是 我现在已经不能忘了 哎 好嘞 这边煎 我们可以 轻轻地 照顾一下火候 可以看到 哦 对 另外一面已经煎得 我们熟悉一种金黄色了 嗯 嗯 这样跟我早碎成什么样 没关系 你知道这里边有个窍门 就是咱们这个豆腐放到锅里边 一定不要着急翻它 让它慢慢地去受热 它形成这个定了 形成这个小胶壳的时候 就可以了 这就不好碎了 对 剩下这点蛋液呢 一定在它塌的最后的时候 泥在上面 哦 因为我正在琢磨说 另外一面其实是没有的 好了 一边煎着豆腐 一边我们开始准备烧 那个汁我一直没明白 那鸡蛋的汁啊 你看到 还没用上 锅里边的稍微放一点点底油 嗯 那这道菜的调味料很少 那这道菜的调味料很少 只是借助这个葱姜的香味 所以说葱姜 香比较来说要稍微多一点 切成丝 炒香葱姜丝 这边还是耐心地让它继续塌 它塌到什么程度就算了 这边好 两个面都变成金黄色 那这边如果连起来以后还翻吗 一会儿以后翻 但是那个翻呢 可能你就翻不了了 我肯定翻不了 好 咱们把它好的豆腐 直接放到锅里边一起烧 哦 你看到 咱们说的刚才那个葱姜丝都在底下 对 烹酒 要酒 哦 好 烹酒出香味以后 嗯 直接把我们刚才煲煮的这个鸡蛋 浓汤 再一次淋上去 哎 你看拿这个鸡蛋汤去烧豆腐 这是个烧味道 我这个是不是闻到不一样的味道了 哎 就是 哎 怎么会有那么浓的 有点像海鲜呀的味道 就是 还要再加上一些 这哪来的味道啊 这个 黑鸡粽 这就是这个豆腐的浓汤 加上这个豆腐 还有这个肉馅已经熟了 加上那个料酒 这么一吹以后啊 这几个味道这么一吹 哎呀 那咱们慢慢地去烧 它调味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稍微地放一点点的盐 放点盐 哎 因为咱们这个刚才放的这个海米 它有点点咸味 是 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这个豆腐上面 也给它抹了一点点的盐分 嗯 来点糖 提鲜 好 胡椒粉呢 就是去除豆腥味 包括这个肉馅的香味 是 这个是啥 这就是来一点点的鸡汤 哦 鸡汤 再加一点水 把火开大 现在让这个豆腐的香味和汤水的香味完全地释放出来 嗯 就感觉这所有食材都是哪出料的又哪回去了 对呀 这样就叫原汤化原神 那慢慢地呢 这个锅里的汤汁逐步地浓缩 我们先把小的这个黑鸡粽 挑出来 对 没错 因为这个蘑菇啊 是在我们日常饮食里边 一定要多吃一些的 你看我今天使用到了两种蘑菇 对 就是用它们的这种蘑菇本身的那种鲜美味道 去让这个豆腐吃起来更加的浓味 嗯 但实际上你最后又不放它 哎 哎 最后要放它 对没错 原汤化原神 咱们烧完以后 咱们要把它有一个装盘 一块吃 好了 那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豆腐的汤汁都完全都已经吸收到 这个豆腐又给它吸收回去了 嗯 我们最后有一个 哎呦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豆腐 诱着我这个颜色 非常的香浓 哎呀 这个味道 好好好 老师您刚才是怎么翻的 没看见 慢慢的把它们分离 这样的话 每一口豆腐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盒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豆腐盒的这个说法 明白了 好 下一步 咱们准备装盘 来 就是 我不是 我看着都不想吃了 我觉得特别 看着不想吃了 不是 就看着就特别想欣赏 加起来 都不忍心吃了 对 这个确实要吃它 可能要从头到脚 一块咬 不然得先闻这味儿 嗯 嗯 这个锅大豆腐这一口咬下去 我跟您说啊 它有好几个层次 那个表皮的部分呢 有这个鸡蛋 然后开始进入的是豆腐里面 把各种 刚才说的是 云汤 云汁 吸收进豆腐里面的复合的味道 中间呢 又有咱们这个海米啊 肉馅啊 所以 这么一口豆腐咬下去 你看 啪啪啪 每个层次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真的不是特别想吃豆腐 但是这个真是真要吃的 因为感觉豆腐没什么味儿 更多不要吃 中间那种馅的味儿 馅料 它包括有点蛋香味道 对 各位 真好吃 这个锅他豆腐 把大家最常见的 这个豆腐 还有呢 鸡蛋 嗯 但是我们以往却没有去过 用这样的方式 来料理这样的两种食材 我相信啊 这个虽然你学习它 可能要两次三次 才能成功 但学完之后 你家里餐桌上端上来 就是邻居做不了的一道菜了 没错 希望今天夏天老师的这道料理 可以给您带来幸福的味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第二种就是说 因为老子很厉害 老子想什么时候弄 就什么时候弄 你管我 你应是学习 第二个 他说进到了一个 嗯 更容易的 二十六箱 你看我怎么可以打开 二十六箱 我说就是下两包实在下 哈哈哈 哦 什么 你看 他连人家的信都 哈哈哈 你信也记住了 我急得我都吃 吃这个 啊 不是 哦 我说